朗语汉燦 天安 烹饪 铅 炫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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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蒙 亚潮海 吴宏山 罗瑛 厚谷 可能我可以先请各位 和观众打个招呼 或者说几句 我先說 《喜不利時利》由頭到尾 基本上有三年的時間 在這個情緒中 首先要多謝 《美亞投資》 《沙龍》和《Grady Pong Kong》 另外要多謝劉威導演 在這三年的時間 付出了很多用心 去完成這個作品 另外要多謝 幫過這部電影所有人 無論是有出名或是沒有出名 我首先要多謝大家 甚至多謝大家來支持看電影 多謝 首先多謝各位賣飛入場的朋友 因為 這個是我和Candy第一部電影 不知道大家看完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我們很緊張 因為你們是全球第一批看的電影 下一次就不好意思 所以 真的很多謝你們 可以上網 這麼快幫我掃描這些 加油 很多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講開 這個電影 剛才脫海講第一次 其實 這個電影 我會形容為一個很純粹的電影 裡面其實隱藏了 有很多人的第一次 包括我和阿凱的第一次 執導 這個純粹是包括了 這個電影是我的 中一我的志願的一個夢想來的 哈哈 另外也都我們的班底 因為這次我們是拿 創意香港的政府funding去做的 這個項目 裡面我們用了很多新的 crew 甚至是演員等等都是新的 我們其實有很多他們 第一次的做主角演出 也都有很多是第一次參與電影的 那我很期待 各位觀眾看完之後 可能都可以希望 大家找到一個 釋懷的地方 還有可以找回自己 那個很純粹的心 多謝拜拜 Hello 大家好 首先很多謝你們 買票支持 因為我自己都買不到票 也很多謝你們 看完整場電影 我自己都沒看過這套電影 那我會在下一場入場看回 那也都很希望大家看得開心 因為我知道很多小眾電影 都會受到很多的阻撓 但是全靠你們 真的買票入場支持 那希望往後有很多 無論是同類型 還是其他小眾的電影都好 希望都得到大家的支持 多謝你們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譚善賢 多謝你們支持香港電影 多謝你們支持小眾電影 未必有這麼多 女同性戀的電影在香港拍攝 都隔了很久了 多謝你們一開賣 就馬上買完這票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種支持 給了我們一個信心 希望這套電影有帶到一些東西給你們 以你們喜歡 多謝 很多謝大家 光臨 看這部電影 我經常都說 電影界需要新血的 長江後浪 希望你們支持兩位新導演 多謝大家 演員、導演各位大家好 首先想問導演的 特別是阿海 因為都知道你是本身一個演員 所以想知道 你有沒有一些 你在演戲的時候的 experience 可以帶進去 在你導演的時候 去加入一些演員 還有也都是想問 攝影的 因為我知道柯先生是攝影 所以想知道 那個色調 就是colour tone上面 看到傳統都用了一個比較光的食物 或者比較white的食物 想知道 有沒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在裡面 幾年 我想在那個中間裡面 累積的經驗 都絕對幫到我 因為 我會很明白究竟 演員在想什麼 我會很明白 究竟演員那個Eagle在哪裡 我會知道 他們其實 擔心那些什麼 所以我 回答你的問題就是 其實我覺得我的經驗是幫到的 因為在拍攝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和Candy主要的分工就是 我大部分時間都是跟演員溝通的 所以在那個過程裡面 其實 我們拍攝之前 其實做了 我沒有記錯了四至五次 workshop 好像是 跟他們聊天 因為我覺得 要有一個信任是很重要的 我也很慶幸兩位演員 很信任我 從開始 workshop 的時候 分享了他們自己的個人的事情 給我知道 因為我需要知道很多 他們自己內心深處的事情 我才可以在現場 因為大家看的一套 你都知道 其實很多感情戲 很多 很多令到他們崩潰的戲 所以 能夠得到他的信任 是很重要的 所以 我在拍攝之前 雖然我們很密合緊故 但我也花了一些時間 跟他們溝通 而在現場的時候 也聽他們的意見 聽他們的想法是什麼 我也要在這時候 給我 credit 兩位演員 因為他們兩位真的很專業 很好 我其實覺得 因為 我其實都很想拍戲的時候 找到一個很值得信任的導演 真的 而希望我這套戲 是令到他們兩位 可以有這個感覺 而我 也希望令到他們相信 今天出來的 是他們最好的表演 就是這樣 攝影 其實 其實開始的時候 剛才我導演談了 想要什麼方格 其實 對我來說 其實那時候 可能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可能我們一路頂 很久以前 很多年前 有些電影 好像那些少女情懷 總是C那些 很glow 很靚 很dreamy 那些東西 到現在我們可不可以 靚靚的 有些好像glow 或者是那種 其實對我來說 不是diffusion 我其實想那個影像 是很甜 理論上 你初戀 基本上是一個 很密的東西 踏上去 很密度 你想回頭 那種很dreamy 很靚 其實 對我來說 為什麼我可以拍得這麼靚 呢 因為兩個女主角靚 不關我事 我其實只有開機關機 那之後的東西不關我事 是吧 多謝 希望你們喜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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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導演和演員 好 其實我很喜歡 開頭 你們放著 因為我都在千禧後那段時間 你放了很多 那時候的文化 除了 我很好奇 為什麼會特意 放一段 大芥末的dj 進去 是不是你們有些 就是 是不是你們的情意 還是怎麼樣 這個很好奇 因為我很 很驚訝 你放了 短期租用的bgm 秒釋下去 我是很驚喜的 我很想知道 是不是導演 人家自己的 人很喜歡你的東西 所以我錄他 是有什麼意思 其實 我先說 然後給你說 其實這一段戲 之前寫劇本其實是沒有的 那 因為我為什麼會設在 我們為什麼故事要設在 2000年至2003年的一個階段 就是因為 其實我跟他 都是在那個年代長大的 那我們也是戴著口罩 就是沙士的時候去考會考的 這個回憶 我跟他 一談劇本的時候 已經是說 我們很想要 我們要這個畫面 要這個情況 我們想鎖定在我們成長青春的那個年代 因為我們開始這個project的時候 我都跟他說 我想在我還記得我的青春的時候 想留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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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 那 話莎比那個問題 因為之前其實 劇本的時候沒有 但是因為 我們再 在剪接的時候 我們覺得 這一場戲很重要 話莎比 因為 可能我有少少少少女心 其實我小時候都聽話莎比 但是 那 在 開始去剪接這一場戲的時候 我覺得 話莎比的聲音 和那個音樂 是會令到我們這一代人 會有一個回憶的 而那個回憶是屬於我們的 我覺得 我跟他也是 我想 應該有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那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就 都挺 大徐萬難地 去 最後都要這一場戲 也都 我們很開心地找到 話莎比 真的 來幫我們錄 那 也是因為 這麼巧 話莎比 接下來又不做了 他做了二十年的節目 所以 我覺得 好像 你命中有些主宰 好像是 我們想有這個構思的時候 到突然間 臨上映之前 話莎比說不做 其實是有少少 就是 我的青春好像已經小了 有少少 我不知道 你是否這樣想 我都 我 當然我是 其實 補充幾句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個年代呢 首先 我要說一個很秘密 給大家聽 因為我和阿凱其實是大學同學來的 哈哈 所以 我們是一起讀這個Creative Video電影系的 意味著 其實我們兩個都是八十口 其實 剛才大家看的那個年代 說的是 2003年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這個年代呢 因為 其實這個項目 是 我們由 五年前已經開始去籌備的 籌備了一年 之後我們拍 又拍了兩年 之後 後期又做了一兩年 所以 大大話說 其實是做了五年的 在我們籌備的過程當中 我們 初初 其實我們的原因很純粹 我們打算是想做一套青春片 屬於香港的青春片 因為我們眼見 其實外地 譬如我們在台灣島 經常都有很多出色的青春片 但我們經常覺得 好像香港 好像欠一些很本地的青春片 我們一開始 所以我們申請政府分別的時候 我們已經 確認是想做一個青春片 但至於 用一個什麼的角度 去講這個故事 我們都想了很久 於是 我們後來就是 因為我本身自己也是讀女校 現在這個女校的背景 我們其實是參考了 我們一個好朋友的一個真人真事去改編 所以我們就覺得 很多人都跟他們講 因為創作的時候 最好是第一次創作 是拿回一些 自己比較熟悉的一些年代 或者是一些情懷的事情去做 於是我們就選了那個年代 去講回我們年代的一些青春的細節 也做了很多research 去探討回 這兩個女生之間的那種的迷思 那種的 這麼明瞭的關係 究竟是什麼呢 這樣 這個就是我們 當初的創作初心 謝謝各位 我想問一下兩個演員 因為剛才導演提到 拍攝之前有很多workshop 然後可能在外面訪問的時候 也有提到 中間有很多很辛苦的位置 或者起了一些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workshop對你們的演出 可能跟一般以前做的演出 有沒有什麼幫助 或者有什麼不同 給到什麼 insight 或者你說拍戲期間 都有很多improvise 的東西 那可能是不是都加了自己的東西 那個經驗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想主要是 因為我和Rancy在拍攝之前 其實我們是認識 但是基本上是不熟的 那些workshop就可以幫到我們 get close 我們起碼會了解了對方 在那裡怎樣的人 其實我們有做過 可能我們會談我們自己的東西 或者其實很簡單 我們就這樣 由碰手 然後之後就慢慢觸手 然後就擁抱 然後就擁抱 靜止不說話 當刻我們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擁抱 之後就會默默流淚 就是很安全的一種感覺 而這種感覺 帶我們去現場拍攝的時候 就有一種信任感在 就是我們可以交自己給對方的時候 那我們去做什麼 或者是我們不敢去做什麼的時候 都可以和對方談 那當然 因為阿海在現場 是和我們接觸得最多 因為他負責去和我們溝通 那阿海都給了很多方向 我們去試的 那當然 那當然 因為阿海在現場 最… 就是我覺得 因為首先 譚善是一個很值得信任的對手 還有他在這裡 其實安全感很大 還有那個 我們拍戲之前 剛才說有個 對望擁抱的exercise 其實我挺深刻 我都建議如果 就是無論情侶之間 還是朋友之間 可以試一下 真的你對望一分鐘不說話 然後可能就這樣抱著 大家一句話都不用說 然後你就會發覺原來 反而是更多了東西在我心裏面 那我和他就是 輾轉之間建立了一種關係 那再加上就是 我們有一些 一粒一粒的性格 那就是互補了 那所以 現在很多謝兩位導演 就是他真的給了很大的空間 那無論在拍戲之前 還是在拍攝中 他都很信任我們 所以很多謝他們 那很多謝兩位女演員 譚善儀和楊思榮的演出 那就是因為根據粉絲的知識 好像兩位都是獨男女校出身的 那我第一個問題就是想問 為了這個女校為主題的電影 有沒有特別做什麼功課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 因為其實 留意到那個年齡的跨度 都是頗大的 那在這一方面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困難呢 是呀 我是男女校出身的 也有很多人以為我是玫瑰江 那我不是的 我是領男中學的 對我來說 其實這套電影 除了 那當然一定是 以同性戀為主題 但其實我覺得 那個focus 只不過是 不在於那個性別 是異性還是同性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出發 都是覺得 我們想做一套愛情的電影 那是很想表達到 那個message 給大家聽 其實你是喜歡那個人 就是無論那個人是男還是女 你自然會找到他有趣的地方 那這個也是我們 一直想帶出的message 那剛才第二題是什麼 年齡 年齡 我 我就覺得 我的化妝幫了我 就是 我希望你們也不要介意 就是 我是有些 都好像不太好意思 穿一套校服 但是我見你們又這麼喜歡 那我就當背了骨 謝謝大家 對於我來說 我都不是著重對方 男還是女 我是喜歡這個人 我怎樣 但是對我的角色來說 是更加在這個方向 詠南是一個 她很簡單 她一開始是有一個 一個 一個 在她腦裡有一個限制 就是覺得 這件事在她從小到大都沒接觸過 到她一開竅 她覺得 她是喜歡這個人 其實她根本 她是一美往前衝 就是我很喜歡這個人 我只是想 想對她好 我只是想跟她一齊 很簡單 很直接的一個人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當她是女同性戀電影去拍 當然之前她們也有看一些 以前可能香港或者台灣一些同性戀電影都有參考 但是我覺得那個著重位置我們也不是放在那裡 對 那第二個問題 跨道 我記得跨道 對 跨道 對不起 這個對於我來說是 有難度的 對 我想她其實是在問那個 18到30 對 對 18到30 18到30 所以我在那個聲線 和那個 對答反應 她說話那方面就著重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榮林是比較 剛才說她的純真 天真 很簡單直接 而且她的生活 父母的環境 都是對她很好 其實她沒有什麼阻撓 她很順利 所有事情都 所以她是一個 想要些什麼 她就很簡單要的人 到慢慢她大力經過了這段感情 這段愛情 其實她的人是越來越 優秀 而且她是越來越靜的 所以我就去了這個方向去走 都不是說 我已經30歲 所以我要怎樣 都不是 純粹我走個性格去看 還有盡量你的聲線有一點不同 你說如果說回剛才那件事 其實我也擔心 因為我那個年紀拍學生 但是是柯先生叫我不要擔心 演出的就是超人 其實我跟自己說過 不要再演學生 但是 他們就給了信任我 他說電影其實是夢幻的 是電影夢幻的場 電影是可以說服觀眾的 還有一次多謝各位 我們想和觀眾也用一張照片 好嗎 那可能麻煩 中間那些 好嗎 好嗎 好嗎